你敢相信五千万年前的老鼠竟然长着象的鼻子 今天大魔王带你越遍远古洪荒 一栏史前岁月 却见识着一个史心式的进化奇葩 长鼻跳鼠 长鼻跳鼠 鼠名 Letswim Daddy 又名 两人脚胃 说起他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 说他身老鼠 耗子的近亲 他又长着象鼻子 说他形似兔子 他的尾巴比身体还长 又有着带鼠的跳跃能力 估计也只好叫长鼻跳鼠 形象又贴切 他体长约90厘米 去长的后肢是前肢的两倍长 堪称远古界的一个跳高好手 作为两族奔跑动物 当他蹦起来时 其姿态和袋鼠不相上下 有的时候为了抓昆虫 甚至能跳出超越身高的高度 大多数肌肉都集中在鼓鼓上 适于抓取食物 别看长鼻跳鼠虽有鼠之名 但是他却和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生活的环境都是盘根错节的数学 而不是阴暗逼色的地动 作为和精类祖先走进 共存的长鼻跳鼠 这种资料少得可怜 不过我们也有幸 从同时期发现的加斯顿鸟 一窥长鼻跳鼠的生存环境 白鳄季晚期 恐龙繁盛 牢牢 发展的格局 仅残存鸟类一脉苦苦之称 常人说哺乳洞 是白鳄季摸大咪诀当中最大的赢家 估计恐龙听了 到气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如今凭借出色的 可心揪物种之间 愁身似海 不共戴天的感觉 是与生俱来的 见面就要当场厮杀 来个你死我活 长鼻跳鼠和恐龙的继承者 鸟类就是最好的例子 威风碎不在 霸气仍有存 加斯顿鸟的出现 瞬间成为了长鼻跳鼠的 午夜梦宴 加斯顿鸟又名观孔鸟 最大身高2米 体重500攻击 腿粗脚大抓有力 惠粒勾撞能对敌 因此当长鼻跳鼠 外出觅食时 与陆迪最大的鸟类 不期而遇 一场生死时速开始上演 前者借助跳跃夺命黄奔 后者加斯顿鸟穷追不舍 似乎要为子的祖先 抱一个领土备战之仇 然而庞大的体型 在密林里打斗是好手 可运动就是 这个长鼻跳鼠的强项 最终被追逐者 蹦蹦跳跃钻进一个树洞里 得以逃脱 加斯顿鸟再不甘心 也没有能撼动大树的能力 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说起长鼻跳鼠的音容 人类只能在纪录片里 一包眼福了 可是与长鼻跳鼠 有一字之差的长耳跳鼠 人们在现在看到 这个最猛的小生物的真实面目 然而遗憾的是长耳跳鼠 也不知变成宠物生存下来 对这个物种说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不禁感叹 长鼻使心遭龙期 长耳现实被人戏 若是二者能相遇 四目相对 悲戚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